我就跟你说了 太多你还急了 不行 就算他愿意去 你也带不走的 说句话 哎 怎么今天晚上这么倒关门啊 这里啊 都是两万两三万 我跟你说 这边是越南的 越南之后呢 我这同一次感觉我这么有钱 随便吃个东西 拿个东西 买个什么东西 就几十万 几百万的储蓄 哈哈哈哈 中国的消费没这边的高 无知名的消费非常 无知名的消费现在已经赶上了澳大利亚了 甚至有一些隐形的消费已经比澳大利亚还贵了 他这边的消费比你中国上海 上海比上海高啊 比深圳上海高 没那么快感吧 真的 我在广州 广州是一线城区吧 广州算不算一线城区 广州消费不算太高啊 广州没有这边高一半的价格 澳大利亚全球应该是第三个 坐坐坐坐 小费我被坑过一次 不知道 哪里很坑呢 你不知道 第一次去我不知道 第一次去的话呢 是喝的啤酒 我喝的应该是西贡啤酒 然后啤酒妹呢 就是在那边陪聊天的 你在意吗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可以 啤酒妹的呢 他们陪聊天的 要的是 克罗纳啤酒 克罗纳啤酒 对 他们还是两个人陪我聊天 刚开始呼拉加过了一大堆 然后我说不用这么多人 不用这么多人 你们该走都走吧 然后那个是 只有两个人陪我来着聊天 我也不知道 这个花了多少钱 我的啤酒呢 我要了三杯 但是我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我就担心有一些什么 呃 那个是说的不是 特别 就是有一些东西翻译啊 或者是交流的不是特别准确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用个翻译软件 我说每个人给多少交费 他说你随意 可以不给他 他说你随意 不用给的 不用给 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我这次就被坑了 他那个酒啊 就包含了小费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第一次也是去的 我知道你也是刚来的 然后我每个人 给了 40万的交费 你要给小费 就给10万就行了 一般人给就是5万 你那个还不算被坑 你问我俩 我们一人 我两个一人喝了瓶瓶瓶 那边女孩喝了一瓶 喝了一瓶啤酒 这酒还没有 泰个儿 叫什么 我来 你猜多少钱 你在哪喝了 就在日本街 日本街 啊 那个日本街那边 对 两瓶瓶瓶瓶 一瓶一瓶瓶瓶 不得还你个五十多万吨 五十啊 一百万 一百万吨 对 九十九万 九十九万 自己我给你一百多 日本街消费是非常非常高 还蛮是熟人 有台北啊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要多少台北啊 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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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也是七美金 所以说我感觉 五十三十五吧 五十三十五 就是 看视频的兄弟们 啊 如果说要去日本街 我建议在那一走一过 看一看了解一个风情就完事了 日本街 不要在里面 不要在里面消费 如果说在里面消费的话 你除非你是richman 你是非常富有的人 你可以上里面怎么消费都可以 如果说我们要是群玩的话 甚至穷有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在日本街里面消费 一走一过就可以 对 但是我 我还是要想做 我还是想做一些 日本街的节目 我呢 就做 作为一个版面的教材 我就查看给兄弟们知道 这里到底消费多少 我花点钱 无所谓 大家可以知道对不对 19年还没这么啃 我去我19年直播的时候 那个时候播 哎呀 我进去播 我先喂要台飞 不要台飞我就可以去喝 什么样喝 喝十罐 我那个时候消费 进去我可以坐 两个女孩排的 一点就是十亿拉罐 才一百多万 其实我都想不到 你看我从澳大利亚过来 澳大利亚的消费 全球应该都是排得上的 尤其西尼应该 在全球最少能排前五的 这个城市 我到这边来消费呢 我就感觉这次的消费 它很多有一些 隐形消费 我们看不到 想不到的 它会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地方 它收小费的 就是女孩子陪你喝酒聊天 她会收小费 加上所有的一些消费在一起 她的消费已经比澳大利亚的悉尼 还有贵了 其实啊 兄弟啊 其实不用小费的 你只不过你第一次来 我不知道 对 我知道 我被吞了 如果你要给小费 你可以给个十万五万 但你给四十万五十万 给的太多 我觉得 我觉得给的太多 因为一般人都是给十万 真的 不信你 不信你说给的多啊 人家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对你印象很好 人家可能会认为你是 我是大佛冤大佛 对 人家会以为你是大佛 对 人家会以为你是大佛 对啊 第二天 他们给我发信息 问我 你什么时候来 我说我在翻过老街呢 这边那个是在朋友那饭店坐一会儿 然后 你快点过来吧 紧接着我就过去了 拉着我就不放 这是什么 来 立即 立即 必须是 努力的 这样兄弟 你要是 你要真的想找 这是你的波罗 哦 哦 你要真的想找那种啊 陪酒的 你就一个就行了 多的不要 除非你你想一人爆两也行 有钱经济能力好的话 一爆两也行 对不对 有很多人都是一爆两一爆三 但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其实啊在那种酒吧你会玩的话也消费不是很高 你就平均一个小时 150块吧 他和平均一个小时 和你三杯 其实我感觉啊 50万 对我想的是什么大家既然出来玩一次也就不差这一点了 对你要说差肯定是不差这一点 说句实话我做节目呢就是想告诉兄弟们啊 这里的消费到底怎么样的服务怎么样的 我是实实在在的做节目我不想说 但是我做节目呢我就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开头啊就讲一些 科普一下怎么样 我就没有我就很直接的做节目 主要是反正我是做真其人我也没有剧本 我也没有剧本对不对 我和你一起啊都是没有剧本的 你也知道对不对 这个也吸引我的粉丝啊 我的Youtube粉丝啊 无意中遇到了啊 就在这里遇到的 有天晚上好巧的 我跟你说就是纯事缘分 大家有机会 合作 哎 杨梅 一起后拍 Pier OK You video No lie No lie 这种水多 这种水多 我们喜欢 一般人 啊对一般人看不住 说句实话 我说句实话 我说句实话 真实的情景 说句实话 你要想一下 你要真的真真真正正 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的玩啊 哪个不为首啊 你不为首你玩得开吗 你玩不开 对不对 这句话 我很认为 对 男人出来 你要是想玩的话 就要玩得开一点 对 呃 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为首 我承认我为首 我也承认我丑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来越南 你不为首的话 你玩得一点都不开 我很丑 但是 我很温柔 我很温柔 但是我这边我要插一句啊 啊 你们说那个是小象看起来很猥琐 但是在我实际当中 看见本人 看见真实的人之后 你就不会有这么样的认为啊 我是 只是说是他不上线而已 哈哈哈 我是这样 说句实话 如果去真真真正正 去现场玩的话 如果你真真真正 珍惜的玩的话 你不为首你玩不出那种效果 如果你真的会玩的话 那你肯定要为首 说句实话 美国会玩的老婆 每一个都会为首 只不过你没有造出来那个视频 你没有发现自己为首 其实我看我自己的视频 我也很尴尬 只不过我无尴尬 尴尬的是别人 我无所谓 反正尴尬的是你们 一定要脸皮厚啊 我的脸皮说句实话 我脸皮应该有这么厚了 是啊 我的脸皮更厚 我都感觉像城墙一样了 跟我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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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美丽 美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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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姑娘 肯定是这 附近的警报的 我一直学了 这两天我一直学一句话 我是学不会 我感觉我们北方人和南方人的 发音还是有差距的 南方人相对来说学越南语 学的比较简单 叫就是用那个是越南语 对越门要说 说我爱你 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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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男的 他是这样的 我爱你呢 因为他男人和女人说是分开的 好像是男人是安有安 女人说安有安 我我忘记了他是两句话 我前两天在这吃汉堡都能够准备了两个 你 你可能你来你来 咋个嘴漂亮 这里大把漂亮 不是 那女儿妈都能女人脸 但是那个腿他就给这 他俩来吃汉堡 你个香 太多漂亮了 他俩来吃汉堡 然后去那 然后往这边走了 我说我去他妈等着他 一会回来家 你来一趟事了 结果他说的又能就这么回来 然后我以为他们去这个二楼 这二楼有一个开世界杯的一个小酒吧 对啊 我上去了 我一上去找半天没有 我点了杯可乐盒 然后我就在上面 你看到下面了 怎么能不能等着啊 这女孩真叫的 你现在其实很好搭讪的 很好 很好搭讪的 我跟你说 视频前呢 兄弟们都感觉是不是我们啥 像个老流氓一样 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只有说是你脸皮厚 敢说话 你才能 跟那个是女孩子搭上扇 如果说你脸皮不厚 你不敢说话 太羞的那样的 你根本就是没办法搭上扇 用余句中文说 脸皮厚吃个够 脸皮薄吃不着 哈哈 这个意思 我洗碗洗手吧 来越南啊 你如果不为首的话 你根本玩不开心 说实话 必须要为首 必须要为首啊 真的 你来一遍 不要不要不要 还有还有还有 你看我们其实越南 其实这块地方 越南这块地方 我记得你 他们其实真的很容易 你说今天晚上我去 我们去那个餐吧 昨天晚上我和你去 对不对 有没有成功 三个 已经有三个在我的通讯录里面了 对啊 今天晚上有没有成功 对啊 都成功 今天晚间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几乎如果你猥琐一点 几乎都能成功 那不叫猥琐 那要脸皮厚 什么叫猥琐 对啊 这不叫猥琐 我感觉也不是猥琐 我感觉也不是猥琐 猥琐是那个 虽然我上街很难看 但是我随时形象 我感觉还可以 怎么能叫猥琐 好多老哥说我猥琐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也本人也很猥琐 我应该是犹琐里面最猥琐的一个人 我们要自信 一定要自信 中国男人来到这边记住各位兄弟们 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就要自信 脸皮啊 一定要有这把扇子这么好 要不然你在这里怕不大牛呢 你说去那种酒吧那里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我们在外面搭讪的 认识那些 厉害纸啊 这又要归为另外一马丝 对不对 其实啊稍微两皮后一点 如果 有时候啊我搭讪不成功啊 因为我拿着这台摄像机 如果我不拿摄像机的话 成功率会大大低高 成功率最少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还有一个啊兄弟们 你看说是我昨天跟小巷遇到的 你们知道我在哪遇到他们吗 就是这条街啊就是这条街 现在知道小巷为什么叫小巷了吗 这条巷子非常小的 所以说兄弟们想遇到小巷的时候 一定要往小巷里面走 小巷带你去小巷 可以遇到漂亮的月魂 家的那些夜男女孩好好聊啊 可以可以 准备吧 小巷 小巷 我会用我的真心 对待他们的 我会用一个中国男人的热情 来去替代 小巷带你逛小巷 碰到小巷里面的小巷故事 小巷里面有故事的 哈哈哈哈 这个鸭楼这个是 在按摩上去吧 对啊在这个 看看我发现一些 我要看看他发了 那你就好好跟他聊 反正怎么说 反正能聊就聊吧 这样但是这种啊 但是我觉得来这里玩啊 还是不要认真好 所以说玩归玩 对玩归玩闹归闹 但是 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以后想留在越南的话呢 咱说是你要是想对一个妹子 真心喜欢一个妹子 你要对他负责的 这一点就是作为我感觉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 但你玩 玩是会玩的 咱说是玩怎么玩都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 如果说你要是真实喜欢这个妹子 你我希望你各位的兄弟 各位兄弟以后来这边一定要对这个妹子要认真 才可以 用心才可以 你这次来越南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 你说越南的感受 我以前呢 就是这样 我是来过越南 一共已经算这次是第三次了 我在2019年疫情前 来过越南的 来过越南两次 那个两次都是去的河内和县港这两个城市 河内的话呢 就是很北方的一个城市 但是他们的文化呀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 河内的女孩比较拘谨 玩的地方呢 在河内玩的地方 真的就是我自己体验到的地方 就不会是36行街 98街那边 剩下再没有能让你玩到的地方了 就是感觉玩的地方 没有说像胡志明这么开放 你要说玩的生活的话 在城市玩的话 胡志明是第一选择 对胡志明绝对是第一选择 而且河内和胡志明的消费啊 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两个城市都非常高消费 有很多老公说 越南这边消费很便宜 其实是没有来过 来过的人啊 真的会知道这里有多贵消费 我是没有骗你们的 真的 虽然他们这里攻击很低 但是消费真的太高了 我就吓到我了 现在这次来 越南整体的消费价格啊 已经上涨了30% 有一些啊 还翻了背 越南啊 能玩的地方 中国人知道玩的地方 基本我都知道 实话实说 现在那边涨价了 性价比也不高了 所以实话 但是那边呢 确实质量很好 但是玩意生活的话 稍微有点经济 还是胡志明比较好 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对 就是首选胡志明 对 胡志明会比较好 比猴内啊 夜闹很多 他这里也开放很多 你搭讪啊 真的你去外面认识 你孩子啊 都很容易 所以说白天呢 现在很多人 跟胡志明说是白天 管这个这个城市 叫做胡志明 到了晚间的话 他就会变成 另外一番景象 所以说晚间管这个城市 都叫西贡 其实啊 胡志明白天也要挺多东西来嘛 白天呢 我们可以去爆爆咖啡 可以去洗头房 对不对 还可以去吃餐备餐 都可以啊 这些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啊 著名的旅游项目 而且 爆爆咖啡是最经济实惠了 还有越南的正宗石头房 但是 那个 越南的产费餐啊 稍微会贵一点 如果去越南产费餐的话 大概人间消费在 300块到500块左右吧 这个价格 应该如果来旅游的老婆啊 基本上能接受的 能接受的 对其实 这些东西来咱们来旅游 就是体验一次就可以 对 所以说该花的话 我感觉没有必要去省 完全就是一个体验 不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 该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想重游的话 那我就住那种青年旅游啊 虽然没有钱去泡牛 但是我们可以坐在路边啊 点一杯这种小饮料 对不对 在那里 看美你也行 或者你 想省钱又想认出女孩啊 直接你脸皮要厚一点 你可以去搭设 对不对 但是你搭设 因为在初期啊 也要一个孩子啊 这个也是一个现实 比如说你带他去吃口锅啊 海底捞 平均一个人呢 平均消费在50万 一百五十块人民币 其实还是 其实这种消费啊 稍微 如果女孩子能陪你出来 人金消费一百五十块 还是能接受的 那边也有 也有一家啊 这一家应该很好 很好聊美 这一家 对面这一家 这也是酒吧 就韩国酒吧 好多美的 那里很多美的 这里这里 前面就是小酒馆 去的卫生间不是对面那家呀 不是啊 就这种小酒馆啊 这种小酒馆我们进去 人家来一杯吧 没戏的 他们熟悉 他熟悉 他熟悉 哦 多少钱 这么大一个 里面双黄了 老好吃了 多少钱 他一层一层的 啊 分三层一样 凉花一样 多少钱 贵不了 一个是两个 我买了两个 买了几个 两个是十万嘛 哦那不贵啊 两个十万很便宜 那家可以进去 那家可以 都可以 哪家 最前面的一家 哦 这面马上很饱 哎呀 哎呀 你很漂亮 你好吗 你好吗 哈哈哈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吗 好像是这个走过了 走过了 你也不给我说话呀你呀